嘿,大家好,我是念念不忘在种植带侧面种大蒜的朱教授 一直以来我都对侧面种大蒜情有独钟 反复失败,反复尝试 上次经过反复的理论研究 我又一次在种植带的侧面种满了大蒜 目前它们已经很好的扎根发芽了 但是我发现上次留在最下层作为观察的一排蒜苗 已经又出现了萎靡不振的状况 除了少数坚挺之外 其他的都显示出了褪势 所以我现在对他们的未来十分悲观 估计最后又是收一茬就死掉了 虽然现在他们刚开始生根发芽 如果移栽出来还有救 但是无论如何我忍住了一再的冲动 这就是做实验 即便知道结果可能是失败 也要用事实去说话 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 那就这样吧 感谢这些大蒜们为我的实验做出的牺牲 另外上面四个种植袋中种的蒜苗参差不齐的 明显最壮的是使用化肥的这一代 酵素蛋壳肥和尿肥的次质 自来水的最次 上次不是正好把自来水的肥料给换成了复合肥了吗 所以我给他们都理了个发 大家重回同样的起跑线 再跑一次 看看这次哪个长得好 尿肥加酵素蛋壳肥的超级复合肥能延过化肥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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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